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挺快乐的 我感觉跟姐姐接触刚才了解也挺快乐的 女儿在身边是吧 女儿不在身边 在深圳 那还离着挺远的 从她怀孕开始 我就两头跑 基本上就是冬天就在那边 今年小孩上二年级了 女儿就说还得大了 今年放你一年 所以我就得借着机会我跑这里来 要不然这个时候应该又去深圳了 也就是说您现在一个人在天津 女儿在那么远的地方 肯定您的这个父母也 应该父母也现在 情美男涵 平 刚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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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也请你的这个女朋友 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 我的姐太不易了 主要是 我觉得我有点激动 别太激动 别吵架 我就说我姐挺不易的 我姐什么也不差 现在只顾家庭 顾孩子都顾到现在了 一个人想干的 挺可怜的 我就喜欢她找一个 好想喜欢的 她甚至也不差 现在就差点阳光 让她看了一下 确实这些年真的挺不容易 来帮我推荐一下 一号先生话筒 一号先生 你好 这照你这印象怎么样 挺善良的 对家都尽到了责任 做到了贡献 最后自己 落到这样 确实是让人感到同情 会有心疼的感觉吗 有 将近20年的时间一个人 那这些年他怎么熬的 怎么熬的 住过的 虽然先生一说怎么熬 大家都笑了 但我真觉得 有一点他熬着的意思 反正就是 我感觉就这些年 我就是忙忙碌碌碌吧 就是觉得还算行吧 这么过来 现在接到一号男士吗 有 我有 我听到说话吧 挺痛的 是一个挺有 挺痛的 他脸的 对 一号男士 您会觉得赵女士是您比较欣赏那种类型吗 我那 我一般我是上偶的 我对那个 我在我的选择范围一般的 我就对离异的 我觉得我有 有 有考虑 为什么 因为像我这的情况吧 我爱人死了 我不能 不能把它揪起来了 你要 就离异的吧 往往有 还特别少的 还有 有孩子的情况 他们有 还有复婚的 所以弄得我们就有点 横糊了 都离婚有二十年了 我复婚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有这种可能吗 绝对没有可能了 有可能就不上这来了 因为孩子看孩子的时候 看孙女的时候 他们还要见面 他还有孩子 还有一个桥梁 我们那头就 多别扭 他要是 他要是撒偶的 我可以跟他接住 在一号男士 表示出对一号赵女士 经历非常理解和同情后 观察室里的两位女士 对先生直率和通情达底的性格 表示出了肯定的态度 他们也非常期待 一号先生的闪亮登场 然而 主持人在进一步问到先生 对场上一号赵女士的印象时 男士却突然提出 自己在子后中 希望寻找的另一半 和自己一样是散偶的婚姻状况 面对这样的回答 一号赵女士不知所措 一号先生经历了什么 让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样的择偶要求 是否会影响观察室中 女士们对先生的印象呢 在听过赵女士的进一步讲述 以及与赵女士场上碰面后 先生能否改变最初的择偶要求呢 不要走开 选择为您呈现 您现在还和前夫有比较近的这种联系吗 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除非就是我要是在那儿 女儿过生日啊 他就会把我们叫在一起吃顿饭 然后就什么事没有了 他吃饭就说听我女儿说吧 我爸来吃饭 还要瞒着那家里那些人 所以说他我们这种可能是绝对没有了 那边有家了 对 那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是 你听这个男的说不愿意找黎一的 就是害怕这个女的偶端丝连 来回这个没有段这种 这个关系 他就是顾虑比较多 对 很难的一想 对 因为这样的声音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一般而言 丧偶的往往会把过去的那个人 形容成一个偶像一样的人物 就是过去所有的好在大脑中都存储着 会认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离异可能多种因素 这个就是跟每一个人的状态有关吧 您等我会在意对方是离异还是丧偶吗 主要是在两个人 我不在意那些东西 我是丧偶的 我觉得离异丧偶都能选择 反正像我们家的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他不可能回来 也不可能让他回来 这么多年了 就不可能的事 有这意思 看有时候两个人缘分挺奇怪的 尤其本来不在自己走偶范围之内 一见这儿 还真有可能 真有可能 真有可能 来咱们认识一下一号男嘉宾 掌声有请 你好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妈老师好 一号男士 张万瑜 67岁 北京人 三口 国企退休 又独立住房 选择语录 找一位人品好 能够心灵相结合的女士好好生活 说实话 您这看起来状态也挺年轻的 你是有这种感觉吗 嗯 还可以 先生看起来挺年轻的 我早上是没有压力 现在 身体也挺好 还行 身体还没错 你看那个 你赶紧把肚子吸回去 你看这个 没肚子 我原来肚子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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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了 现在 真是 原来我现在胖过 真让我少瘦了 你是觉得这个先生第一印象 给您留下的怎么样 身体挺胖的 能游泳的 那人都是很好 和游泳好多年了 挺开朗的 形象吧 挺健康的 看着是 行和运动 我不会游泳 你会游泳吗 我也是 我不是特别喜欢游泳 人家不选择呢 离婚呢 不说了 女士平常会有这种游泳的 这个运动项目吗 前年夏天 学了一期 这合着还不混 不会 对 有人要是真心实意 能把您教一教的话 估计也能学会 应该我想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你缺游泳教练吗 缺游泳教练 教过别人学游泳吗 没有 人家有教练 还不用我们教 我们就自己玩 是不是这样 有人愿意说 那个老哥 也跟您学游泳 您是教吗 男的可以 女呢 女的还不行 我们这次都比较保守 比较那干嘛 教过游泳和保守 什么关系 您就没听到我的意思 就女士说 想找个靠谱游泳教练 学游泳 原来我要去找个有伴的 学游泳的 人家我们那游泳馆 就是两口两口一块 就我一点这样的游泳 那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对呀 人家这个想找个游泳教练 学游泳 那可以呀 谁当这教练呀 可是我当教练不行 我人家教练是特别培养的 我这就从小没用教练 不用特别专业 我游的不规范 就是不愿意当呗 就是教练身体 就不愿意当这教练呗 不是我这到时候 自己养成一个习惯的 都对人家一笑了 因为日常啊 咱只要在学院能够扑腾就行了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因为咱也不准备参加比赛 就是一个放松 其实游泳是个是个好的运动 对呀 有个半人一起游不是更好吗 所以其实我是想说啊 你看看能不能咱凑个时间 凑个机会一起游游泳 可以欢迎游 对不对 欢迎谁呀 欢迎那愿意公共学游泳的也可以 别喘惹的 欢迎这女士吗 可以 就有缘见着面了 可以就可以搓大腿干嘛呢 有点紧张 紧男的呀 挺有优势的 条件挺还可以吧 身体也挺好 长得又挺帅的 第一印象如果打个分的话 能打多少分 九十多分吧 您的择偶标准是从多少分开始打的 就多少分以上我可以考虑 九十分就可以考虑 哎 先生 你别说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什么意思呀 升级高的 不是 我最后一还想打了 我来不做 吧 你 关门 我��고 想打真 你 是不是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愿意考虑和自己同为丧偶的婚姻状况的伴侣 然而在一号先生和一号赵女士初次见面和沟通过后 观察室中的嘉宾和现场的观众都认为两人在形象和年龄上有很高的匹配度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 一号先生会改变自己最初的伺候要求吗 脾气性格呢 您希望找什么样的脾气 脾气性格就是比较温柔点的吧 这个温柔我感觉到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温柔包容 对吧 它这个温柔是什么样呢 您可以展示一下是不是 需要什么样的 怎么温柔的 都互相尊重 是吧 互相包容 对不对 别想说动不动就 发皮线 对 年龄呢您的要求是 年龄 我的年龄到角度是55到59 您是67岁 你什么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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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忠哽咱们一起做一个游戏 男士女士背对背 男士女士 背对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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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东西——这是二者的区别 那我想问先生有没有阅读的习惯? 有 有 一天会用多少时间? 反正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依然也是有匹配度的 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是说我说了算的时候 您的感受会怎么样? 我前老板就说了算 他就说了算 所以我过来挺好 您就是习惯被动的 我省不大心的 那挺好的 刚才这六个问题 大家是不是觉得状态挺好的 挺搭的 就看那些琐碎的状态 女生是医生 对健康是更关注的 而且 但凡有点啥不大舒服的 根本就不用去医院 家里边就气得咔嚓就解决了 没错 一号叔叔一定看了 这位二号女嘉宾的职业以后 一定心里乐开了花 因为他特别关注健康这些方面 所以你要找个医生回家 去回家 那得省多大心啊 医生有素质啊 叫师傅的 他们都受高度药 你看谁说叔叔不会说话 你看看 得找到合适的人 叔叔这个话匣子才打开了 说实话 刚才经过这轮被靠背的 这个回答问题啊 真觉得你们二位 还真是有一定的匹配度 对 我有点感觉 有点感觉 来来 这阿姨好吧 挺好的 你分析一下爸爸 刚才说有点感觉 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不太会 不 那你让你这是男朋友 还是老公啊 我是张大男朋友 他这个就是已经 就订婚了 明天就结婚了 所以我说 这不是感情特好 明天结婚 特好是吧 也希望看着未来 这个老丈人 是不是能早点收获幸福啊 那必须的 那这未来丈母娘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刚才就是 听咱们那个女嘉宾 讲完了之后呢 我就偷偷地跟她在 后面说 我说其实 我觉得非常合适 因为啥呢 那个我叔这边 很注意 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 这方面 后来毕竟她是那个 大夫 她肯定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和她周边 所有的亲人 或者朋友的身体健康 肯定是会有一个建议 这个二号是离异的吗 女士啊 善偶 善偶呢 正好 都符合她的要求 如果佩佩多 这个男嘉宾 她也不喜欢 她不是说不要外费的吗 先生请看一下 女士的基本材料 善偶 这是您的择偶要求 但是 不符合您 这个择偶的地域要求 她不是北京人 那原则下有灵活性啊 跟你说 外衣接受的 我也可以接受 别着急 您接受 人家接不接受您啊 没错啊 骗了吧 她优先一点 她年龄啊 职业啊 都是符合她 您看好 真的 第一眼我就说 我说 真不像那年龄呢 多好啊 那个霍女士 您是山西人 山西哪里人 山西新州 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吗 对 我已经在山西退休了 现在在北京 朝阳区一家民营医院工作 现在来北京工作四年了 先生 别我问了 您这都这么有好感 我听会儿了 您有什么想了解女士的赶紧啊 因为女士现在没点头说你不错呢 你得好好表现 问吧 您那个孩子在北京上班啊 不在 孩子在那个西安农林科技大学读博士呢 哇 在这儿没买房吗 买了 在什么地儿 燕郊呢 哦 那边属于合并小伙 因为北京市户户没有 都不能在北京买 对不对 这种情况 对 也能买 纳税五年可以买 我现在来了四年 还不到时间呢 你着急买房干嘛 啊 咱找有铁住 咱得有铁住 你找个北京老伴 过去年把户弄了 不是一样买房 哎 哎 天天啊 您是最灵活气动的吗 那个先生 本来您告诉 您告诉我们的事 您的择偶标准就这么窄 这二号女婿上场 您的择偶标准变得这么宽 啊 这是你 怎么叫演员 刚才就说了嘛 有演员嘛 他估计是看上这个人的女士 希望可能找个这样的 嗯 有学历的 嗯 又是高一的 嗯 嗯 懂得食谱 以后我饮食 年龄又小那么多 年龄小十来岁 他肯定是高兴啊 女士说 女儿在读博士 嗯 您听到这个信息之后 您什么感觉 挺好啊 哎 太好了 我姑爷也是博士 都有学 您谈到的是 我仨姑娘都大学毕业生 嗯 人家是 我女儿和姑爷全是博士 哈哈哈哈 我们女儿还是 意大利留博 我女儿是 意大利留学了 留两年 回来了 明年毕业 好 这开始比女儿了 哈哈哈 不过你 您对学历 可能有要求吧 对吗 哈哈 是吧 哦 您什么学历 我就初中啊 哈哈哈 您有要求吗 女士 最低也得中专以上吧 中专以上 啊 最低了 这个 应该心里是大专以上 但是中专也还行 真的 这有文化没文化 这有有差别 还是说话 做私文的 对对对 这二号 嗯 他现在学历低呗 哈哈 有什么说什么 心理想法一定要说出来 原来我也搞过这种文革子 在东北的时候 我在东北直编的时候 嗯 后来那个 我们是陪上 卫成员培训班 嗯 就是把中专的那个 课程压迫一年 我们完成了 嗯 相当于中专毕业 嗯 我信心说 在工作几年以后 后来以后 又 后来战备的需要 又把我送到 加姆斯医区 那个中心医院 就学个专家 就是马嘴诗 相当于大专毕业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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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精神了 嗯 感觉得出来吗 他刚才就说了嘛 有演员嘛 同行啊 是啊 这个也是这个 搞卫生工作 我在外科手术室 干了几年 后来反程回来以后 我就不再干这个 所以你也很熟悉 这个医院的工作是吗 还有医生的职责 对 我在加姆斯区医院 也学医一年了 哦 那是一级医院 嗯 住院处 所以本身这碰到的医生 就有好感 其实我跟那医生在一块 也是上海 都是上海级 都是在一块工作过 后来我一反程 我这两个行为 我没干 对 一直到国企了 那您是 快什么职业了 首方简单化工厂 嗯 开始在车间 嗯 因为我身体素质 为什么好啊 我从脑的劳动 改成铁的劳动 哦 但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 女士还在工作 这您现在是已经退休状态了是吗 工作好啊 现在 啊 工作好吗 可以好吗 可以有事干啊 我说你们的状态不太一样啊 现在我 可以商量一下 这别笨了 哎 我心 我心 该想出生活了 我就是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你不学不是浪费资源 先生 您现在具备说 女士你别笨了 别工作了 你跟我想服就行的 这个能力了不 够花得了 笨多算多呀 你知道吗 你别 是不是 一年去趟欧洲游就得了 就是吧 现在该旅游该享受生活了 就这班聊 上哪 旅游去吧 你 对不对 有好身体 比有钱有好 对不对 你才关心起来了 关心上了人家了 那您就是更希望找一个 退休状态的女士是吗 她上班也可以 轻松点的 对 她也有事干一般 也不多她 是不是 有工作干 可以是不是 也有道理 我跟您讲 您应该说的是这样 比如说你去上班 我支持呀 我接你下班 我送你上班 这是好的表达 别老干了 本来差不多就 他不想让您上班 就想拉您去美国玩 员 那50多人就跟你去享受这些 那不可能的 再说他这个年龄段 他也不可能放弃那些工作 他就去跟他去享受 不可能 干五六岁 不可能 对对对对 这女士您有亲友团吗 今天 有 哪位亲友团 这是我姐 还有旁边那两个好朋友 您觉得这个先生啊 先生是直性子 肯定是个好人 养育了三个很优秀的女儿 对 你觉得和咱这个霍女士 有匹配度吗 合适吗 我觉得吧 我们这个姐妹 她真的很优秀 从各个方面 她是一个很知性的女人 嗯 温柔 善良 而且性格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对她们俩合适吗 她们俩啊 但从年龄上来来讲 我对我这姐妹很了解 嗯 我觉得好像她觉得 年龄上她可能有点 接受不了这个年龄 哦 因为差十岁嘛 这先生是希望 找个小十岁的 女士是觉得 十岁差距太大了 对对对 是吗 姐姐了解吗 姐姐了解 年龄是问题 另外一个 业务追求特别高 她这方面 就是对她的事业 事业心特别强 嗯 她就喜欢 就是爱学习的人 你如果要不让她上班 我跟你说 先生不让上班吗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她也不可能 会不上班的 上班 离得见她上班可以 离得那么老远 太远 这完了 嗯 嗯 不行 肯定不行 她可能现在人家 就不上班 大家伺候她吗 就是她意思 她可能现在 男嘉宾有点大 看女嘉宾什么态度 那得选择选择 快快 她闺女 赶紧替你爸爸拉拉票 哎呀 急死了 你说这 没碰着合适的吧 没找着演员的吧 这说话 我有点不在谱上 这碰着了吧 这还在 无限谱外 我给我爸点煎影啊 因为我觉得 其实两人在一起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也不要给自己 设太多的线 要有演员的话 争取一下 现在不是你爸爸 有演员争取 怎么着 是你得给你爸爸 拉拉票上 这阿姨对爸爸 有点好感 那这女儿 来来 姑爷拉两句吧 女人不需要找一个 她爱的人 找一个爱她的人 就是最幸福的 哎 听懂了吗 霍女士 先生 什么情况 不吭气了呢 我努力呗 怎么努力啊 我接着个改变 改变自己的这个 这个说话方式 哎呦 让您说出要改变 太不容易了 掌声鼓励一下吧 好 改变一下大家喜欢的方式 你马上下场休息了啊 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 咱这位女士的情况 下场之前 用您所谓的改变的 说话方式 跟女士表达一下 您的感受 咱们都互相不了解 所以说我说话 有点太直了 不会婉转 所以咱们这岁大了 老年长要找 选择新的生活了 别太考虑 这个学历 是不是 我们需要的是 感情 我们需要的是 实实在在 他家的都过日子 您开始劝货 我们还要升级吗 我们还要当博士吗 对 我们还要干嘛吗 有什么用啊 这岁数 玩 把先生说的那些条件 全列出来 我们聊聊天 谈谈共同的爱好 买买菜 做个饭 就这岁数 我们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 比你在外面挣多少钱 不好 对 该共同生活 走向生活 所以说什么 什么户口呀 年龄呀 什么地狱呀 什么婚姻是离 还算我都不重要 是吗 对 是啊 现在我都往开一样 原来我跟父母 还有季睿 现在我碰到 优秀的女士了 我可以 实实在的 我非常支持先生 掌声再次鼓励一下 好 您这话说到这 顿时让我想起 酒桌上那句话 只要感情 什么都是酒 没错 一般表达 您明白了 理解了 我们也都听到了 先生 知道您现在心情很激动 就碰到有演员了 是吧 下场之前 表达一句 表白一句 您对他的感受 您就可以下去休息了 听听他的具体情况 好吧 我希望你能够讨论我 好 来 握个手 握个手 先生 叫您休息 谢谢先生 休息一下 来这边 我觉得这叔叔明显看着不想走 其实不想走 你这舍不得走 是吗 确实不想走 我说话 其实他不想走 其实他就想留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走 你找这哪个了 咱得有 咱得有 你找个北京老伴 过去年 把货货弄了 不是一样买货 原来我觉得 我还有机会 原来我看得优秀的女士了 我可以 实实在的 哪人都有优秀的 和不太优秀的 是不是 像我之前建议 那时候 您的表书方式 都不大一样 变化还挺快 原来我原则上 是不太 找外依的 前几秒到各方面 可是碰见到 我有有心仪的人 我还是愿意追求他 您确实太长了 因为他 这人挺不错的 知数大理 是不是 我愿意和知数大理的人 打交道 像这个姐姐和你 一个好朋友说的 是不是觉得 对于学历和职业 还是有要求的 是是是 大个五六岁 就不能再大了 我不想找太大了 这个会不会 和您丧老的经历 也有关系 对 有关系 我家这个丈夫 当时找他的时候 他母亲就是这个 最起码 这个气管 支气管肺部里边 不太好 最后他就是得的 中症肺炎去世了 而且是时间挺短 反正治疗 一共就两周的时间 就怎么了 怎么会那么快呢 是 中症肺炎 就是那样 这个没有这个征兆吗 比如先是什么咳嗽 或者肺炎 一开始是咳嗽 最后这个来得挺急 不知道 就咳血 然后就赶快送到市医院 你一发现就已经咳血了 一开始没有 一开始就没有 一开始就是咳嗽 那没有及时就看了 去 马上就去医院了 我其实心里想说 要不然来协和吧 中途就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了 走不了了 那么突然 特别突然 特别的快 对 这个跟遗传有关系 但我总觉得医生 其实在医院里 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疾病 包括死亡 对对对 但是真正面对自己的至亲 生病 抢救 无效 这应该是特别的难过 是 没有办法 真是没有办法 是哪一年 11年1月16号去世的 三四年前来的北京 对 和爱人过世有关系吗 有关系 自凡家里头 父母 姐姐 弟弟都在北京 然后他一去世 我就一分钟都不能在那待了 我就 我有职业症 我是中心之称 我就带上所有的证件 我就来这边 就工作 我就不想回那个地方 就是没法在熟悉的生活环境 对对对 一分钟一秒钟 我也 我不能 我就真不能待了 真不愿意进哪个家 把他送走以后 大年串我就来了 基本上我姐那时候 一直陪着我 十四 我就正好找了个工作 我就上班了 我就不想在家待着 心里是想赶快把它忘掉 但是也忘不掉 说他丈夫感对得特好 上班充实一点 在家里面都更烦了 老师看到原来这个状况 看老师走出来 这样他心情可以释放 对不对 所以等于那段时间 必须通过工作 对 来让自己短暂的忘却 对对对 我看这个姐姐 也陪着你在伤景伤感 一直就是我姐陪着我 挺重要 就我妹夫去世了 晚上我就一直回来 一直就陪着他 陪着他 待了快一个月了 他在那是不能待了 他看见家里头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妹夫在那里 都是东西 他肯定他就心里难受 我们也都是 心里都不好受 反正他事业心特别强 就他一直都把他的事业 当生命 其实 如果你爱人还在的话 也该想天生之乐 该休息该放松 但现在没有什么 可以转移注意力的地方 除了工作 对对对 挺优秀的 挺优秀的 但是你不能老忙去 还60的人来 你再不找你60多岁以后 也不好找 你看我这找 对象都晚点了 快四年过去了 今天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迎接新的生活 那做好了 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 知识分子 教师和医生 身上所带出来的 那种特殊的气质 传递给我们的那种温暖 不要因为某一个点 而限了一拨人 在某种程度来讲 我倒觉得 您和刚才一号先生 有相似的地方 这个相似是 大家罗列的那个条块 超越这个范围之后 您不愿意接受 一号先生 为什么后来 大家那么一阵阵地 掌声给他呢 是因为他做了调整 他看到您之后 什么都不是条件了 看到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也希望您有那样的调整 二号阿姨 我看到您 我就在想 咱们俩一站在那儿 大家肯定能分得清楚 一看我就是低年次的小医生 然后一看您呢 就像是一位 就是德高望重的主任 您的那个状态 就特别我想递给您 递给主任一个白打褂 就马上要上班那种感觉 因为说话也是稳稳的 就是有医生的这种范儿 我相信这个患者 来找您的时候 应该也是很安心 因为您能给人很多的安全感 就找您看病 一定似乎找比我看病 似乎要是觉得靠谱多了 对 来 帮我这张二号先生的话筒 你好 你好 二号先生 您对这个厂商女士的印象 挺优秀的 挺好 你觉得适合自己吗 聊一聊点 再说吧 但是女士也说 她第一条 演员 演员还可以 挺好 您对她觉得演员不错啊 挺好 挺不错 您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呢 我这人长得一般般嘛 我是一个普世的老百姓就是吧 北京人是吗 对 来 这个女士 您对这个地域上有这个要求 或者是说 更倾向于找一个哪里的人呢 更倾向找北京人 北京人 但是要是外地 要优秀 各方面条件还行 能考虑 您以后就会在北京 继续生活了是吗 对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你好 先生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二号男士 李国强 62岁 北京人 三号 水利部门退休 有独立住房 选择语录 家中有个宝 慢慢陪我一起变老 您不是第一次来节目 对吗 对 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三二十一 二十一 哇 哦 这来过 看一次是吧 看得信心 这个我们变导说 这节目录制之后 包括播出之后 您给他发了好多短信 什么 我是顺义 李国强 家有个四合院 您家有个四合院啊 对 我想再去一次 再还错别字啊 再去一次选择节目 帮帮我吧 先谢谢你 又发了一个 我家有个四合院 这是六月份和四月份的 比如这十一月 家里有个四合院 家里有个四合院 每段都有四合院 那我就有四合院了 就成了您的这个特征了 就是这个形象 跟这个二号女嘉宾 更差的缘了 九号去外表一看 就不是一路人的呀 她比我有希望 那眼妖嘛 离头近呀 上次节目中 没有把这个说清楚吗 上次没说清楚 您觉得表现如何呀 表现不好 对面这位女士身高一米七二 您觉得有压力吗 有点压力吧 那我问问女士 假设男士各方面都不错 但的确是身高和你有差距 觉得别扭吗 有点别扭 有点 您呢 同感 也觉得有点 这个女士对于择友的时候 对身高有要求吗 有 有 多高呀 起码一米七以上吧 一米七 先生您有一米七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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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会觉得身高是这个 择友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吗 遗憾 遗憾吧 那个就这样啊 我觉得先生啊 是一个很古实的先生 而且呢 就想踏踏实过日子 希望找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女士 好好对她 是吧 过好以后的生活 互相照顾 对吗 对 好 那我们也具体再了解一下 常常这位先生 您休息一下好吗 好 谢谢您 这边 一号叔叔 然后一见到您之后 自己的择友要求 什么都变了 你想到了吗 我没想到 我当时 我就主要是 我还是 我这个年龄 我也还是 确实有要求 其他还行吧 你可能得考虑考虑 对 你也是这个丧偶 对 老伴是因为生病过时的 对 他是跌严 他有心疼病 199大里时候 他心疼病 跟你电线 快速复发了 这个什么时候 开始发现有电线的 他生过了小孩以后 就有这个症状 当时也不知道 这情况 我们没人介绍 咱就口吐白沫 出风 就跟死过去 等会过来的时候 就跟正常人一样 就好了 有的人是一天 发作好几次 能治能控制住 但是出不了根 你觉得和癫症病人 在一起生活30年 那真的是需要 很大的耐心 扛压能力 还有这个乐观的精神 才能把日子撑下来 把儿女照顾大 这几个孩子 应该都还不错 对吗 我儿子在天中院 两个女儿在外地 三个孩子 对 就您一个人守 这个大四合院 对 孤单吧 没办法 看这人当时也挺好 一个普世的人 这个人这家过日子 觉得挺棒的 有人给您介绍过吗 介绍过 介绍过 我想就是 找个有退休的 有一把的 身体健康的 就这三点要求 对 年龄呢 56至58之间吧 不能太小就是 因为得实际一点 好 来抱歉 三号您是话筒 你好 平衡老师 您身体健康吗 健康 有退休金吗 有 3000多 年龄呢 我的年龄是 55岁 差一岁 可以考虑 尊重女孩那一家 他要是什么 我也要好说 三号女士 您好 您好 您对厂上这位先生 印象怎么样 感觉这个人还好 但是我也感觉 我能不能生活 跟他生活在一起 你能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 就是生活的方式 能不能生活在一起 这位女士的生活习惯 和爱好 兴趣是什么 我们还不太了解 有请三号女士 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好吗 来 掌声有请 晓鸥老师好 你好 好漂亮 您也好漂亮 三号女士 韩玉玲 北京人 李懿 机线员退休 有独立住房 选择雨露 找一个人 不求大富大贵 只要平平淡淡地过好每一天 为了加深彼子的了解 和对你们个人的情况的展示 我们也被靠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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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啊 福费 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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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的 这女士发言好多顾虑 那说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是什么 我们来看先生是否符合啊 男生有责任心 嗯 先生您有责任心不 有啊 他的儿女要支持 支持儿女没有您 您的儿女呢 一定支持 您有几个孩子 我就一个 姑娘 今天来了吗 来了 女儿来了 首先我自己表个态 我这边和我老公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我妈是一个内心挺要强的一个人 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脆弱的一面 其实是不是 爸妈妈离婚 对妈妈 对你打击都挺大的呢 是 嗯 是吧 对 肯定的 这个我都不好意思继续采访她了 因为还没开头 姑娘眼眶就有点红了 听你妈妈说啊 你先平复一下情绪 先生您也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她的事 好吗 哎 好 谢谢您啊 这几个女士都挺优秀的 都比我强 嗯 可能像我那儿过田园生活 希望不大 你也想找我什么 我就想跟那个 说了吗 找一个国人 能过田园生活的 或是城市城市城市 我也可以来 就这么想的 是不是 都比我们要准备 那是城市城市 你看看吧 这边是城市 特别的 我宣优 这边是城市 这边是城市 海 西元 南 西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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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我、独我、心疼我的人 他本人要有独立住房 年龄呢? 年龄就是比我大一样 三五岁都可以的 最好退休的吗? 最好退休的 可以一起过过休闲的生活 其实女儿也结婚了 也嫁出去了 小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安得很好 你也可以安安心心地 重新开始自己的幸福了 是的 不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现场 男女嘉宾之间 是否有缘分牵手 但是特别希望你们 在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宣泄自己情感之后 也能够收获一份 平平淡淡 幸幸福福的感情和婚姻 好吗 接下来我们有请 所有男女嘉宾进行最终选择 你好先生 你好 今天选择吗 你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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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